港車北上 6月1日開始接受申請 7月1日正式實施 眾多車主自然鼓掌歡迎 不過隨即要面對驗車 駕駛執照 保險 駕駛行為 規則等程序手續問題 港車北上是大勢所趨 亦是大灣區發展的必然產物 究竟要花多少時間才可以適應呢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事大報解 香港可以駕駛北上廣東省 這句說話說了七、八年之多 現在終於可以落實 6月1日可以申請 7月1日可以落實 可以實施了 你是車主 你的願望變成行動 還要做多少功夫呢 請嘉賓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今天嘉賓 香港汽車會會長 李耀佩會長 是 程先生 你好 很快就見到你了 是 最近跟交通問題有很多同事 沒錯 正我問一個問題 港車北上 當然大家拍手叫好 但願望變成實際行動 還有很多功夫要做 沒錯 還有很多限制 不是完全沒有限制 所以非理莫屬 讓我們介紹一下 好 港車北上 其實就像程先生所說 其實很多年前都上 不過到現在就實現了 這次受惠了一些私家車 或者叫私人車的車主 因為它跟中港牌有些不同 中港牌大多數是用公司登記 這次港車北上 反而公司登記不進入 一定要私人的牌照 即是私人名的私家車 私人車主 沒錯 在香港來說 其實私家車大概有六十多萬部 但私人的 即是私家車的車主 大概有四十多萬 四十多萬 四十五萬 我們估計這次等了這麼久 而且大家都明白 港車北上 對於我們香港的駕車人士 是一個喜順 香港大家都知道 地少、人多、車多 我們平日駕車是說失車 所以這次港車北上 我們無疑是增添了 給我們駕車人士的駕駛樂趣 即是活動半徑忽然變大了 沒錯 當然了 除了你喜歡駕駛車上去 可以駕駛車去游覽景點之外 其實原來有很多港人 在國內買樓 或者一些小型公司的朋友 他又未能取得中港牌 因為中港牌要投資 而且每年要交稅 還有數額要多少錢投資才行 包括要交稅 有很多香港小的私人公司 未必可以做到 這次是一個喜順 現在會… 首先,大家第一個反應就是… 要排隊 要抽籤 是,又召喚 現在說是每天200個,是嗎 是 每天200格 即是一個星期就會有1400格 是 第二個星期,因為第三個星期 就會增加到300格 300格 是 即是一個月都要… 去不到10000格,是嗎 沒錯 很簡單的計算方式 正如程先生你所說 其實香港,我剛才說的 合資格有40多萬個車 我們估計有一半都很想等著 開車在今年內上大灣區 或者廣東省 換句話說,即是最少二十多萬部車 好了,但如果現在政府設定了一個規則 就是開頭的時間 每天200車 當然,首後來計算有機會300車 但你要記住 驗車的中心 在元朗的終點 你要記住,平日假期… 公眾假期要放假 星期日他不開工 所以換句話說 整年來計算的話 我當足你300車 其實都可能是幾萬部 六、七萬部 或者七、八萬部 對於我們的期望 有二十萬多的車 上去的話 其實都是差很遠的 即是起碼你在驗車裡要排隊 沒錯,還要排得到 開頭的時間,還要抽籤 這個可能打壓了我們一點 有一點我們駕車人的興趣 因為最初港車不上 其實政府設定了沒有規則 但當然,現在來計算的話 他說想分流做得好一點 其實最主要是驗車要驗得到 說開驗車,其實我也有點擔心 雖然我們六月申請港車不上 可以抽籤,讓你抽到籤了 你還要去驗車中心排期 排期究竟它能排得到嗎 這個沒有人敢答應 當然我們很希望政府和中檢那邊 做多一些溝通,做多一些疏離 如果真正做完這些手續 有機會七月可以上去國內 但仍然有一個主因說 第一,我要抽籤要抽得到 抽得到要申請,還要排期 換句話說 這裡可能打壓了我們駕車人的興趣 逐漸逐漸逐漸 好 因為我驗車 香港本身驗車也很嚴格 沒錯 即是你到六年就要每年檢測一次 沒錯 為何北上就要另外單獨驗車 是因為大家標準不同,還是怎樣 這個就是過往中港車 中港牌要兩地驗 國內要驗一次 香港這裡要驗一次 當然,這裡這麼說 程先生,如果是自駕遊的 就不需要驗車 這樣就很快 這次港車北上 又要做回驗車 剛才你也提到 其實在六年車 在香港第七年前 開始要做每年的檢查 每年的檢查 都是在運輸處裡指定 它有四十個驗車中心 那個驗車中心也很嚴格 例如安全、廢氣 甚至有沒有違規的東西 其實驗車中心就做一個把關 這次來計,這個自駕遊 如果私家車超過六年 它除了要它那邊驗之外 它還要香港驗車的合格證明書 所以我覺得現在來計 當然,中檢的驗車能力 究竟可以去到多大呢 大家起我們有個質疑 其實是否可以將六年車以上 現在已經在香港 每年驗車那裡 我們做多點功夫 我們是否可以 那個規格照回中檢的一些 你們加到兩個工序 沒錯 扔到印最後 是否這樣可以 沒錯 這當然不行 是的 這幫助我們港車不上的速度 即是不需要又有廢話 又不知道能否排隊 待會驗車不知道有沒有時間 這個是稍為 我希望政府方面 都要跟中方做些協調的方式 你能否來得及 現在六月份已經開始申請了 六月份 即是七月想說又想去的 我覺得政府真的要跟中檢安排 因為暫時來計算 每天就二百步 但我覺得中檢的二百步車 都吃力 因為我們所知道 我們的朋友有一個叫中港牌的私家車 他三月通關 幾年沒有限 所以這麼多輛中港牌的私家車 都要去驗車 排在那裡 現在排在那裡 現在一直排隊 我所知道已經排到七月中七月尾 才可以排到他驗 我明明現在有生意 有單接 我都不能做 都要在那裡熬著等 沒錯 希望他可以加強中檢驗車的能力 當然在我們汽車會 和我們車主的立場 是否日後可以互認驗車的一些程序 因為我們香港也有很嚴格 由運輸處做一個監管 我們有40間驗車中心 沒錯 那即是 你肉眼就感覺 香港的車牌 都不用加東西不用換 沒錯 都可以在內地 在廣東山 可以走到 可以走到 那驗車 即連這個牌也能夠相信 那個驗車 為何不可以 鬆掉它 還是不是 因為公司車和貨車 私人車 因為那些車 由於它有國內的商業行為 所以它驗得比較嚴格 又或者它可以做生意 是 變成終點驗車 我覺得這件事 可以這麼說 無可厚非 因為它比較嚴格 但實際上 如果私家車 大家都明白 又不可以做生意 只是一個私人往來的做法 所以 如你剛才所說 現在國內都認我們香港的車牌 它就會出一個電子車牌的標籤 直接給了我們 但是驗車方面 是否都可以跟中檢那邊有個協調 或者甚至最初未必一定會先互認 是否可以中檢驗不及的時間 在我們香港的40間驗車中心 幫著手做 直到它可以做到 或者甚至日後 驗車如果範疇 大家都差不多的時間 加多幾點東西 換句話說 這個絕對幫助港車不上的 未來大家高興的做法 聽到這個驗車 聽到這輛驗車 是有一點點… 現在卡住手 有一點點卡住手 這件事不是想得太長 沒錯… 第二個就是保險 是 現在這個是需要… 所以請你上來解釋 是 是不需要另外買一個跨兩地的… 沒有一個跨兩地的保險 你也要有內地的保險 是否會是… 如果中港車一定是兩份保險 即是過往來的 香港一份保險 國內一份加強保 或者國內行車的保險 這次反維政府做得很好 他早就知道有港車不上 跟差不多十幾間的現縮公司 大家有個協調 如果香港的不論你私家車 第三部 又或者全部 都是有很多保險公司 現在正在做的 跟那些保險公司 他們都可以協調到 他們會做一份 我們叫做 互應先後的一個現縮 即是在你自己的保險上 加多一份 加多這一份 原來就可以成為 在廣東省裏面 你開車時間的售保 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叫做 方便到香港的私家車的車主 而且又不需要買多另外一份 國內的保險 好,先喝杯茶 回來繼續跟我們聊天 什麼東西 請 orient觀賞 我們因為不知道 糟糕 你要包裝 你嬅 記ár 意見 unching 我 歡迎繼續收看 視 naszych大播接 我們今天的嘉賓 香港汽車會,李耀佩會長 是,平先生 剛才提到一件 比想像中棘手的就是驗車 想像中順利的就是保險 沒錯 好,接著一般人都會馬上想到 香港是走左軚 右軚,左上右下 走右軚,走左軚 右上左下 這件事對有些人有經驗的人來說 就不是問題 沒錯 例如我們去港外國駕車 是 租車去旅行那些 是… 那你心中有數 有經驗 你坐上去之後 就知道懂得調配 就像教導後鏡 你自己弄過腦筋就可以 沒錯 但是內地的規則 就未必一樣 是… 即是香港的交通規則 一般來說 跟西方來說 基本上是接軌的 是 內地 我不是說它完全不接軌 是 譬如我最近剛才從北京回來 是 是 我發現北京的GPS 那些導向 那些導航 說非常詳細 而且很準確 很準確 很詳細 每駕100米 它就會告訴你 有些甚麼 你明白了 是… 甚至我也是詳細 那一頭 即是你無時不能聽 是 有些導航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 你可以說方便 可以說你可能不習慣 是嗎 至少香港人不習慣 有那麼多監測系統 那麼多的限制等等 是 那這個是不是也要… 是不是要到你們貴會上 叫叫叫叫叫 這個也是我們在汽車會 比較擔心的地方 因為始終 現在港車北上那… 當二十多萬部車 很快地上去 其實大部分都沒有駕駛 在國內的經驗 換句話說 到了國內的時間 其實是兩套交通的法則 好像我們剛才說 香港右軚車左上右下 國內來計 就是左軚車右上左下 換句話說 大家走的線路已經不同 例如我們香港 我們駕駛車因為左上右下 左邊通常是我們的行人路 但是反過來 在國內就是右上左下 右邊是我們的行路 如果當我們兩輛車是同一個 我們叫做雙線單程行車 我們有機會 我們很多時候香港的朋友 他會把車靠到右邊 其實靠到右邊 就是人家的剛剛中線的位置 沒錯 你心理上是遷就 因為習慣了在香港 盡量不要封駛行人路 沒錯 換句話說 駕駛有些少的貼士 例如一些紅綠燈 其實轉右其實不用看燈 但有些轉右是要的 因為有個牌寫著 你必須要跟著燈號 當然 例如國內很多的角度和高速 他們的高速是8182 我們香港最快都是181 最快是否去到機場 那邊都是181 而且我們香港的快速公路 一般你記住 我們一定是左邊出路口 但各路、國家那邊 是右邊的 而且他一落到小路 他減速要很快 他由8182 一減速就去到50 去到30 因為他一落去 已經是街市中市 沒錯 所以這些要港人 要習慣和留意 還有一個很不習慣的 就是你過的路費、收費站 第一,司機位 他就在左 就是左軚 是 那一定是你坐庫駕駛的位置 就給錢 是 就變成這樣 現在一定要這樣 是 就不可以你自己做 沒錯 第二個就是 你過的關卡 是 出去之後 很容易你習慣… 躲到右邊 你看 一定 躲到右邊 那人們都是躲到左邊 是的… 當然還有一些… 例如… 譬如… 很簡單 晚上開燈 其實我們是… 因為是右軚車 燈影是照路邊的 就是照左手邊 但是國內是左軚車 它是照右手邊 換句話說 如果在一些沒有街燈的地方 你開著大燈 你就殘證別人那輛車的司機 你就看不到… 即是 看不到行人路 真的行人路那邊 是的 換句話說 我們變成港人開車 就要小心 所以… 剛才程生提到 我們… 這是最擔心的 所以… 另外一件事 我們擔心的是甚麼 上面如果開車 真的有機會拋撈 沒有電 爆胎怎麼辦呢 求救無門 不同於香港 香港自駕駛的士 原來旁邊有個車 或者打電話自己的車房 不用15分鐘就到 所以我們汽車會都很擔心 第一,一些駕駛的沒有經驗 第二,在上面 如果遇到壞車要怎麼辦 所以我們汽車會就很早期 已經跟廣東省的汽車救援中心 大家簽訂了一個意向書 換句話說 如果港人上去打我們的熱線 就會去到廣東省的救援中心 它會即時處理和幫助我們港人 這個也很重要 現在內地的車拋撈 死火在高速 是不是都好像我們在機場快線一樣 很快就會有人來打救你 在角度和高速 他們已經經常派駛救援隊 所以你一打熱線 其實很快就會即時到 但是有機會你在市區路 甚至在快速公路的時間 由於我們的港車 可能溝通上高 你的地點、位置不清楚 所以我們擔心 我們A會也做了一個應用程式 第一,有電子地圖 第二,有熱線 甚至如果你想取得國內的駕駛經驗 我們有兩個小時的研習班 希望讓我們歡喜開車 甚至有機會港車不上的朋友 可以有安全、開心 真的有駕駛的樂趣 可以做到 還有一個問題 停車的問題 當然 我想跟內地相比 香港跟內地相比 嗯 那個停車的 那個 途徑或是地點 嗯 就很有學問了 沒錯 國內很先進 國內的停車 有很多的停車位 基本上它就不會有咪錶 它只是有指示牌 這些停車位 他們通常在國內因為… 甚至它沒有畫一格格 因為國內很多時候是用Apps 以及你的電話很多時候都有 通常在停車位的底部 它就安裝了一些感應器 知道你這輛車停下來的時間 它會有一個Apps 就是你去交費 立即付錢 如果你不付錢 它又會知道 它就會有個攝錄 拍攝了你的車 甚至如果你有阻礙 甚至各方面 其實國內對於我們叫做 先進和科技 有很多設備上的東西 都比我們香港先進很多 我們香港現在還是要用咪錶 那時候用八達通 現在更厲害了 可以用Visa 用各樣東西 或者一些遙距的泊車 其實國內已經很久 已經有這件事 如果不明白的人 例如我在內地 剛才回來也坐親戚朋友的車 你是以為它要隨街亂拍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其實人家是奉公守法 對 即是不存在一個可以亂拍的事 沒錯… 但是街邊 就是拍攝所有的車 是沒有咪錶 沒有畫戒目性的 它只是指示牌 這裡是可以停車的 而且最主要是說 我們香港人上去駕駛 都不會說一小時、兩小時回來 所以譬如說 我們也會有些簡單教他們 譬如認識一些油站的位置 甚至是有機會駕駛電動車上去的時間 有些充電的位置 另外就是我們汽車會 也會有一個流動的尿袋車 方便我們港車不上的時間 如果遇到某些東西 求救無門的時間 除了拖車之外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尿袋車 就是幫忙去到 可能充電10、20分鐘 它就可以走回30、40公里 起碼可以找到有充電的地方 這些我們都是希望… 但是你廣東這麼大 你要多少尿袋車才夠? 很坦白 所以我們就要 這個廣東省的汽車救援中心幫忙 如果太遠的話 坦白說我們上到去都可能太久 對於港車也有危險 因為它在路邊或高速 所以在一個安全的情況下 例如來計它是在一些市區的樓 甚至過了出海或大灣區 所以我們預計一個小時的車程 可以到的那些 我們就會做的那些 其他一些 我們都會盡量找廣東省汽車救援中心幫忙 真是沒有電的 唯有都要拖去一些充電站 幫幫我們港人的開車 現在只行港珠澳大橋 沒錯 未來是否各個口岸都可以走呢 都可以進去呢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現在行港珠澳大橋 去深圳反而去不到 有些人對港珠澳大橋的一個批評 是既然不知道什麼原因 它是沒有理到深圳的 即是將廣東省東邊和西邊連接 唯獨去不到深圳的 所以如果我現在開車 去港珠澳大橋去深圳 你先去珠海 再去中山 是 虎門橋 繞個彎 繞個彎 虎門大橋 先過去 珠宮口 再過去深圳 是 回來 你也要走回頭 是 這個會不會將來都會解決 這個當然一步步 我覺得政府都會聽聽我們 車主 或者汽車會 有什麼需要 是否跟國內的單位再去協調 無可否認 現在港珠澳大橋 因為它開車的容量 它每天可以大量的車可以上去 除了你剛才說 在深圳或各種地方繞得遠之外 譬如說 如果由港珠澳大橋直到廣州 現在是很快的 很快 因為不需要去到虎門 以及各種地方 當然有利也有閉 當然日後 你去東面就麻煩 你去惠州惠陽就麻煩 沒錯 日後會不會它又多開一道 例如深圳灣大橋 或者是等等 這些我想有待 就是說我們港車不上的 第一個需要 第二就是跟國內的單位 大家都要再多溝通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 譬如鹽車是否可以做到一些互認 甚至是我們的駕照 因為為什麼呢 除了現在港車不上的 車是要做手續 人都要 人一定要有香港的駕駛執照 以及回鄉證 然後換國內的駕駛執照 日後來算 會不會兩地的駕照又可以互認 當然我們在車會 或者我們駕駛的朋友 希望可以做到 日後就簡化了很多 好 今天時間多了 多謝理會長跟我們聊天 時期大播解 後會分解